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二十集 轰雷致电 震惊山野 厚重的云层中 忽然出现了一架幽灵般的文式特种运输机 从众人的头顶上掠过 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深邃的黑暗当中 曾经多次有人在百慕大三角区域 目击过幽灵船出没的踪影 也有被潜艇发射了几十年的鱼雷 至今仍在海面上游异徘徊 可却从未听说过 天空中会出现一架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幽灵飞机 众人都在山脊上 看得目瞪口呆 实难相信眼前所见 难道刚才从低空驶过的机体 真是英国空军失踪在野人山巨型裂谷中的那架运输机吗 他究竟是实体还是幽灵啊 或是透过云雾电波中传导出了几十年前的残像 就如同虚幻的海市蜃楼一样 玉飞燕心地盲然 又离了惊艳老道的僵尸眼 愈发觉得无助 忍不住问司马辉 你疑问了 我们刚才看见的辉是什么 司马辉摇了摇头 你是打头的 又是盗墓的会子 活人的事你比我清楚 死人的事你比我更熟 连你都不知道 我又怎么会知道 玉飞燕对司马辉恨得脚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现在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但我看空中那架文师运输机 似乎朝着对面山脊的方向去了 咱们只好跟过去看个究竟 然后再做道理 此时虽然还不到日落时分 但在强烈的热带风团的作用下 云顶的乌云碧叶 天黑得如同锅底一般 两个人即使身脸对着脸 贴面站着 都看不清对方面目 随身携带的照明器材 在这种环境下几乎失去了作用 探卸队只有借着一道道 划破云层的闪电 穿过茂密的丛林 追踪着那架诡异机影消失的方向 艰难前行 肆虐呼啸的飓风 席卷着野人山中的原始丛林 滚滚的滚雷声 预示着倾盆暴雨很快就要到来 在强烈热带风团的侵袭之下 大部分区域都是极其危险的 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 但根据英军空军留下的记录来看 位于野人山腹地的巨型列谷 是一处较为罕见的汉山深列地形 如果用更直观的描述说 这个巨型列谷就是座深陷地下的洞窟 推测是因为数百年前的水迈线路而形成 深度可能在千米以上 山洞的走向与地平线垂直 洞口相对狭窄 越往深处越宽阔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质现象 它也很不容易受到低处的洪水冲击 对探险队来说 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只要能够设法避开山地塌坊 进入到列谷内部 反倒会使现今的处境更为安全 巨型列谷的深处 一年到头云雾弥漫 没有人知道这浓雾中到底有些什么 更不知雾气的根源所在 几十年前 英国皇家空军的文石运输机在野人山坠落 恰好是失踪在茫茫云雾中 当时也由于天气变化的影响 云雾位置较低 隐约可以看到裂口深渊般的洞口 然而在多数时间 从裂口深处涌出的大量迷雾 会覆盖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很难准确判断出它的位置 与飞燕带领的探险队 最初是计划通过最接近裂谷的史迪威公路 如此可以避开野人山 外围各种自然因素造成的阻碍 再从地底洞空中 寻找着迷雾覆盖的入口 可中间出现了太多变故 现在天后巨变 在茫茫的树海之中 很难判断确切方位 只好相机行事 去寻找那架鬼魅般 消失在山脊后的神秘机影 这也是目前仅有的线索 和生存希望 司马辉和罗大海两个人 当先在寸步难行的丛林中开道 途中所见 竟是些饱受风雨侵蚀 历经沧桑的残墙断壁 一处处倒掉的塔基 隐藏在茂密的植物 组成的身后帷幕之下 横岛的巨大人面雕像 从盼根错节的树根背后 投来令人心颤的目光 越来越多的痕迹 都显示出野人山 在那些早已逝去的 古老岁月中 确实曾经有一段 尘封已久的辉煌历史 那到底是怎样显赫的 一段文明 为什么没有相关的 任何记载 又是谁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毁坏了一切 可以揭开他真正面目的古迹呢 在缅甸的民间 流传着一种说法 古人为了保护 野人山里埋葬的秘密 设下了重重陷阱和障碍 任何妄图窥探这个秘密的人 都将遭到 至死也难以摆脱的 邪恶诅咒 所以当地人 才对野人山畏惧如鬼 从不敢接近半步 司马会很早以前 就听说过这个传说 当时他并不以为然 可如今身临其境 才知野人山里 确实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他虽然参加了好几年 缅共人民军 但对缅辽等地的古代历史 却并不是很清楚 他边走 边问跟在身后的玉飞燕 这山里是不是有座古物 玉飞燕说 我没曾听说过 野人山里有什么墓穴 缅甸泰国柬埔寨 老乌越南这些国度 都曾受中国和古印度文化的影响 历代帝王贵族的灵寝 也都讲究个城府深城 咱们这一路所见的种种迹象 虽然古怪 但也不像是有墓葬存在的样子 这一点我肯定不会看走眼 司马辉说 可这深山里 却显得比古墓中的城府更为神秘 看来咱们要寻找 那架英国运输机的事 远比先前预期的 还要困难许多 野人山巨型裂谷中 多半存在着 某些难以想象的东西 玉飞燕也有同感 殿头道 鬼神不能侧其机 幽冥难以穷其患 说话间 狂风夹杂着无数黄豆大的雨点 从半空中洒落下来 打得人脸生疼 根本抬不起头来 玉飞燕将丛林战斗帽上的风景放下 然后抬眼看了眼高处 催促司马辉等人道 斯提帕的前锋已经到了 你们要是还想活命 就得再走快些 司马辉知道 在缅甸语中 斯提帕就是浮屠的音译 据说这个词来自于 缅甸西侧的邻邦印度 更确切地来说 那是古印度 在中国管着叫梵文 本义是指古塔 它也有方坟或原坟的意思 因为印度的塔 都是埋葬佛谷和圣徒施害的坟种 所以浮屠一词 除了带着佛塔之外 暗中还含有一层埋葬的隐意 也不知道是谁 给这场来自于印度洋 时速超过140英里的热带风团 安了一个斯提佑塔的这个名目 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看 凡是名称代号与神佛沾边的风暴 级别都不会太低 肯定会引发一定规模的灾难 所过之处是防倒乌塌 千年古术更是连根拔气 如同是排山倒海的污边佛力 令凡世间众生难以抵挡 缅甸中南部全是平原河流 属于季风性热带雨林气候 到了北边地形就开始变得崎岖复杂 高山峡谷逐渐增多 至于野人山地区更是山深路远 自古以来始终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 所以热带风团从沿海登陆 穿过缅甸中心的平原上的大窝口 然后受到山地阻截便会逐步减弱 若是规模小一些的风暴都很难波及到野人山 然而遇上真正猛烈的斯丘塔般的热带强风团 缅北的野人山就会受到严峻考验 这里茂密滋生的植物 以及无数深浅不一的洞窟 都已使地层和山体变得异常脆弱 如果不尽快找到安稳的隐蔽之所 这片被原始丛林覆盖的崇山峻岭 就当真会变成冒险探险队的埋葬坟墓了 司马辉知道轻重 自是不敢耽搁 他和罗大舌头两个人顶着狂风骤雨 拼命地劈开拦路地重重腾搁 奋力地向着山脊的方向攀登 司马辉也料定 那野人山裂谷深处肯定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以前有多少探险队和军方派遣的搜救小队 全部舍在里面 英军美军都拿此地无可奈何 相比起他们科幻级别的先进装备 自己这伙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又能在那捞着什么便宜呢 但是形势逼人 明知多半是有去无回 也不得不横下心来 壮着胆子硬往前走 堪堪行到了山脊处的楞县附近 众人在漫天坡落的暴雨中 借着雷鸣电闪的光亮 见到脚下的山体犹如锥形拱起 而那锥尖像是被人拦腰斩断 露出了一条宽阔幽深的大裂谷 不规则的裂痕向南北两侧 延伸到十余公里开外 狭窄处的宽度也不下数百米 就如同在崎岖的地表下 张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大嘴 仿佛通往地狱的大门就在眼前 山体内裸露的部分 都是带青色的岩层挂满了藤类植物 显得斑斓而又诡异 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 使涌到地面上的浓雾彻底消散了 可野人山巨型列谷的深处 仍是茫茫云雾 幽名厚荡 根本深不见底 此前众人疼不止一次地想象过 那架文式特种运输机 失踪的野人山巨型列谷 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 想来想去无非是山地间的一处深列地形 它既不可能有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原始雄混 也不可能有非洲十字峡谷的弃吞万象 只不过是个垂直走势极深的地底洞窟而已